明述记第七章 摩西树立了账目的那天 就用膏抹它,使它成圣 又把其中的一切器具 祭坛和祭坛的一切器具 都用膏抹了,使它们成圣 以色列的众领袖 就是他们附加的首领都来奉献 就是众之派的领袖 是管理那些被赎点的人的 它们把自己的贡物带到耶和华的面前 就是六辆棚车和十二头公牛 每两个领袖奉献一辆棚车 每个领袖奉献一头公牛 它们把这些都送到账目的面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把这些收下 好做会幕事物的使用 你要把这些交给立位人 要按照个人所办的事物给他们 于是摩西收下了车和牛 交给立位人 他按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物 把两辆车和四头牛交给他们 又按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物 把四辆车和八头牛交给他们 他们都受亚伦祭司的儿子 以他玛的管理 但是没有分给哥侠的子孙 因为他们所办的事是圣所的事 是要用尖头抬的 用高抹祭坛的日子 众领袖都献上奉献祭坛的礼物 众领袖把自己的贡物 献在祭坛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众领袖要献上自己 奉献祭坛的贡物 每天要有一位领袖 来献上贡物 头一天献上贡物的 是犹大支派的雅米拿达的儿子 拿顺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拿顺的贡物 第二天来献的是 以撒加的领袖 苏鸭的儿子拿坦叶 他献上的贡物 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苏鸭的儿子拿坦叶的贡物 第三天来献的是西部伦子孙的领袖 西伦的儿子以利亚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的贡物 第四天来献的是刘本子孙的领袖 士丢尔的儿子以利素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士丢尔的儿子以利素的贡物 第五天来献的是西棉子孙的领袖 苏利沙黛的儿子士露面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苏利沙黛的儿子士露面的贡物 第六天来线的 是迦德子孙的领袖 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就是丢尔的儿子 以利亚萨的贡物 第七天来线的 是以法莲子孙的领袖 雅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 它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雅米呼的儿子 以利沙玛的贡物 第八天来线的 是马拿西子孙的领袖 比大宿的儿子 比大宿的儿子加马列 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银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比大宿的儿子 加马列的贡物 第九天来宪贡物的 是汴牙明子孙的领袖 基多尼的儿子 雅比诞 他的贡物 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基多尼的儿子 雅比诞的贡物 第十天来宪的 是诞子孙的领袖 雅米沙代的儿子 雅西乙蟹 它的贡物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调油的细面 做素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雅米沙代的儿子 雅西乙蟹的贡物 第十一天来线的 是雅舍子孙的领袖 鄂兰的儿子 帕杰 他的贡物 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 调油的细面 做塑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只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鄂兰的儿子 帕杰的贡物 第十二天来线的 是拿弗塔利子孙的领袖 以南的儿子 亚希拉 他的贡物 是一个银盘 重一公斤半 一个银碗 重八百克 都是按圣所的秤 这两样都盛满 调油的细面 做塑祭 一个鲸鱼 重一百一十克 盛满了香 一头公牛犊 一只公棉羊 一只一岁的公羊羔 做凡祭 一头公山羊 做赎罪祭 做平安祭的 是两头公牛 五只公棉羊 五只公山羊 五只一岁的公羊羔 这是以南的儿子 亚希拉的贡物 用高抹祭坛的日子 以色列的众领袖 献上奉献祭坛的贡物 共有银盘十二个 银碗十二个 鲸鱼十二个 每个银盘重一公斤半 每个银碗重八百克 一切器皿的银子 按圣所的秤 共有二十七公斤零六百克 鲸鱼十二个 盛满了香 按圣所的秤 每个鲸鱼重一百一十克 这些鲸鱼的金子 共有一公斤零三百二十克 做繁祭的牲畜 共有公牛犊十二头 公棉羊十二只 一岁的公羊羔十二只 还有铜献的宿祭 以及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十二只 做平安祭的牲畜 共有公牛二十四头 公棉羊六十只 公山羊六十只 一岁的公羊羔六十只 这就是用羔抹祭坛以后 所献上奉献祭坛的贡物 摩西进入会幕 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 就听见法贵的施恩座上 二基路伯中间 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是耶和华与他说话